右肺中液纤维灶什么意思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马战平 陕西省中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 右肺中液这个地方呢 是人体呢一个隐蔽的地方 右肺中液我们的气管呢 在这个地方有个拐弯不是很直 所以右肺中液一般很少发生炎症 发生炎症的几率也不高 右肺的下液 双肺的下液都是严重合发不畏 右肺中液发生的咸微灶 就是右肺的中液既往受过感染 以后遗留的斑痕 比如说也有可能受过结合的感染 病毒的感染细菌的感染都有可能 这些感染以后呢 感染好了 好了以后像我手烂了 烂了以后结个疤 这就是咸微灶 咸微灶只要没有引起右肺中液的不张 甚至引起了不张 它对肺功能的影响应该都是比较小的 我们可以动态的观察 一般不用专门的去进行治疗 这种情况需要第一动态观察 看着右肺中液的这个咸微灶 有没有扩大的趋势 有没有引起右肺中液的 慢慢慢慢给闭锁了 不张了 这个时候当然要管了 不张的话 甚至它引起别的肺液的一个功能的改变 我们可能甚至要手术把它摘除掉 如果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般多长时间没有任何变化 比如三年都没有啥变化 就可以不管它 它是一个像皮肤上长一个疤一样 它这是一个标志 但是它对你的功能不影响 可以不管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